今天呢有一题说这个设k呢是这个证实数 那如果呢 x-1的绝对值是小于等于k的解呢 是这个x大于等于负1小于等于3 要我们求k的值 哇这次呢我们发现 我们的位置数在不同的地方了 以前呢他是告诉我们说 x-1的绝对值呢比如说小于等于7好了 然后要我们求x的范围 现在是他已经告诉我们x的范围 然后要我们回去求原本在这个位置的数字是多少 哦这是还蛮有趣的哦 那呢我们呢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有两种解法 一种呢就是直接去算算看 第二种呢就是转换到数线上 那我们先直接来算算看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k他已经说了他是证实数嘛 所以我们可以写原本的这个式子 x-1的绝对值呢小于等于k 它代表的意义就是 x-1呢在什么呢 x-1在k跟-k之间 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得到x呢 我们就把-1呢都移向变成 x呢在k加1与-k加1之间 好 那今天呢他又告诉我们说 哎这个x啊 就是在3跟-1之间啊 那我们就想想看 啊既然这个形式都写成这样了 那3是不是就等于k加1呢 如果3等于k加1那就代表什么k是等于2嘛 那你把2带过来这里算一下 哎 负2加1哎真的也是负1耶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k等于2真的是符合 哦k加1等于3 还有负k加1等于负1 这样他们的范围就会完全一样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求得 哎k的值呢 没错它真的是2 可是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当然是有的啊 如果今天我们换成在数线上的想法 我们要怎么想 我们同样的呢 我们要先画出一条数线 好 那今天呢我们知道 这个原本的点呢 x到1的距离也是一样 x到1的距离呢 他说呢比k还小或小于等于k 所以我们往右边k 往左边k之后呢 我们知道呢这个位置分别是什么 1加上k 跟1减掉k嘛 对不对 1加k跟1减k 那结果他的说呢 这个解呢 是在呢 负1到3之间 就是恰恰好呢 是 负1 到3之间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负1到3之间的这个橘色的范围 跟你黄色的范围 黄色的范围是你原本不等式的减嘛 就是从1减k 到1加k之间 这个黄色的范围跟橘色的范围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样的状况下 这黄色的范围跟橘色的范围是一样的呢 就只有两种状况啊 这不是负1到负3 这是负1到3 就只有3等于1加k 而且呢 这个负1呢 等于1减k 结果你发现不论是哪一个 你算出来都是什么 k等于2 所以也是一样 没有问题 k 我们算出来的答案就是等于2了 所以这两种算法呢 都可以 一种是你直接用代数 去这边做计算 另外一种呢 是稍微呢 把它想到这个图形上面 都可以